尿毒症是喝出来的 医生直言 即使是铁打的肾 这三种水也要少喝 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李大爷 因为身体不适被家人紧急送到了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最终确诊他患上了尿毒症 为了让李大爷获得更好的治疗 医生单独找到家属进行了谈话 在得知李大爷的工作性质以及生活节奏后 无奈的医生直说李大爷的尿毒症是喝出来的 同时医生还指出了尤其是三种水 即使是铁打的肾 人们也很难驾驭 说到尿毒症 相信每个人都会产生恐惧 这不仅仅因为尿毒症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 还因为它出现时 也就代表着一个人身体的肾机能早已发生病变 甚至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 因此作为慢性疾病的代表 尿毒症又被医生们称之为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末阶段 也是各种晚期肾病共有的临床综合症 同时到了这个阶段的患者 身体也都会出现水电解质紊乱 酸碱平衡失调 代谢产物在体内大量蓄积 导致消化道、心、肺、神经出现问题 所以 为了纠正病理过程 就需要给予患者血液透析治疗 不过血液透析毕竟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过程 并不会解决根源问题 甚至还会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因此 如果患者经济情况允许 而且有合适的肾源进行肾移植 才是治疗尿毒症最好的方法 虽然尿毒症很难治愈 但在医生的眼里 它的引发却非常容易 尤其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三种水 更是成为了直接诱发尿毒症的根源 那么这三种水到底是什么呢? 一、酒水 俗话说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大口喝 在如今经济发展迅速和朋友遍地的时代 人们为了交流感情 缓解生活中的压力 都会不定期的和朋友聚会 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而这些活动的背后 都是靠酒在支撑 虽然喝酒起到了一定的商业价值和友谊交流 但如果长期的过量饮酒 照样会给人们的身体带来全方面的危险 饮酒后最先经过的就是肠道 肠道作为身体中各种食物营养的必经之路 就像现在的高速公路一样 来者不拒 但长时间刺激性物体的不断消耗和摩擦 以及副作用的影响 最终也会导致这条坚固的公路出现裂痕 不得不进行修养 其次 能够容纳百川的胃也会受到影响 酒本身散发的刺激性气味 经过肠道进入到胃里以后 就会出现灼烧的感觉 甚至还有的人会因为胃部难以承受酒精的刺激而导致出血 最终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最后就是肾脏 作为整个身体的平衡器官 肾脏的功能可谓非常重要 而大量饮酒的人们在酒精的作用下 除了上厕所比较频繁以外 还会导致缺水严重 而醉酒状态下的人很难有意识地去补充水分 这就导致肾脏很难在正常工作 最终引发高血压和其他器官的损耗与衰竭 有发尿毒症的风险 既然酒有如此大的危害 那人们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喝酒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毕竟酒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不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只要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饮酒 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 减少患神经类疾病的风险 酒无处不在 它的作用和影响也显而易见 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肾脏功能的顺利运行 适当饮酒才是最好的方法 二 肉汤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生活条件越来越高 为了补充足够的营养和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 食补的作用大大凸显 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大补肉汤被搬上了餐桌 然而 这些大补肉汤真的能够完全起到滋补的作用吗 它们大量被灌入身体 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危害 原来在大补肉汤搬到餐桌之前 都会经过一系列的炖煮和熬制 它里面各种调料散发的香气和肉质本身相互融合 不仅可以分解出蛋白质 也能转化成更多的矿物质 满满的营养经过肠道进入胃里 再经过胃的蠕动 消化转移到其他器官 帮助它们维持足够的动力 以达到保持身体健康的目的 如果在正常的饮食范围内 我们的肾脏完全可以负担起大补肉汤的处理 但如果每天都喝过量大补肉汤 或肾脏本身就已经出现功能受损的情况 可能会给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 长期下去 还可能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从而诱发尿毒症 既然大补肉汤有利又有弊 我们要怎么服用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呢 首先 大补肉汤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为了保证能够及时吸收 切记不要一次性喝太多 或者经常性的饮用 只有适量的摄入 才能避免肾脏因营养过剩而受到损伤 其次 肉类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汤中会含有丰富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 吃起来也会有油腻的感觉 要是经常吃 这些物质都会或多或少的被肠壁 以及各个器官吸收 不能排除体外 可能会使内脏积累脂肪过多 产生肥胖问题 因此在喝汤的时候最好是搭配着蔬菜和谷物 以保持饮食的均衡 总之 肉汤大补的功效显而易见 也令人回味无穷 但补过伤身的危害和后果 也是一场令人难以接受的考验和痛苦 三 饮料 除了生活中必备的饮食以外 人们想要更好地保持健康 水分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随时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 很多年轻人对矿泉水 自来水的欲望却逐渐减弱 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含添加剂 含糖 含碳酸的饮料 从口感上来说 饮料确实比矿泉水更具有吸引力 不过 富含多种添加剂的饮料要是过量饮用 照样会对肾脏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增加尿毒症的风险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饮料在制作的过程中 为了保持口感 商家会加入过多糖分 而过量的糖分摄入就会导致长期喝饮料的人血糖升高 从而影响肾脏的血管运输 导致肾小球滤果功能下降 大量的糖分和脂肪堆积在身体中无法正常排出 就会成为糖尿病和肾病爆发的首要因素 除糖分外 饮料要想好看 吸引住更多的年轻人的味蕾 就得从多方面入手 也得加入更多的磷酸盐 虽然磷酸盐增强了饮料的口感 但过多的磷酸盐摄入还是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 最终成为诱发尿毒症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 饮料虽好 但并不是长久服用之际 为了保护肾脏健康 最好不要过量饮用饮料 而是选择比较健康的茶水 纯净水等饮品代替 四 其他诱发尿毒症的原因 一 尿毒症是原发与肾脏的疾病 也是肾病的终结者 因此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 慢性肾炎是首要原因 特别是在导致尿毒症的过程中 慢性肾小求肾炎比例最高 肾脏感染 器官的衰竭等都可以引起尿毒症 二 糖尿病有时候也会诱发尿毒症 糖尿病是胰岛功能减退 胰岛素抵抗力降低等引起的脂肪 蛋白质 水 糖和电解质等一系列代谢紊乱 罹患糖尿病的患者 需要长期的打胰岛素 才能维持健康的状态 而这又有可能造成肾功能损害 从而成为尿毒症发病的优异原因 五 预防尿毒症 虽说尿毒症的出现比较隐蔽和麻烦 但只要采取健康的方法 人们也能够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避免摄入过量的酒水 饮料和大补汤 就有助于减轻肾脏负担 同时再摄入足够的水果和蔬菜 就能够更好的为健康保驾护航 二 定期进行体检 也是预防尿毒症的有效方法 尤其是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以及慢性肾病的患者 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 才会早发现早治疗 更好的保障为我们的健康 三 适当增加运动 健康的体魄是一切的源泉 除了再吃 喝上的营养保证 人们要想有更好的体魄 就得适当的增加锻炼和运动 这不仅能够强身健体 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和身体机能的调节能力 从而更好的预防尿毒症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下来